好,來,我們繼續第二案 農產品交易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 第六條及第35條 條文修正草案 來 來,農產品 農產品這兩條而已 兩條而已 沒有什麼修正東西 沒有 好,小消息 好 好 那個,列席 好 來,沒關係啦,就發 趕快發給大家 總是要copy發給大家 好 好,來,那個 國民黨的修正動議,趕快送一份資料給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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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第六條跟第35條 對 他是修其他的 好 我拿錯 沒有拿錯 沒有拿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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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拿錯 好,請 行政院農委會 趕快就座 還有公平交易委員會 還有公平交易委員會 好 有 非常重要 所以 原以這一次協商提出 請各黨團能夠來支持 那麼我們 針對第六條 第六條 審查會通過的條文 大家看一下 審查會有通過的條文 是增加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 農產品交易價格之遙遠或不實信息 國民黨黨團 有一個修正動議 他把 他增加了相關機關 團體 及任何人 只是增加相關機關 及團體 對齁 好 那請各位表示意見 針對第六條 好,謝謝院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有關 農產品交易 市場交易法 第六條的部分 行政院的版本跟審查會通過的版本是 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農產品交易價格之遙遠或不實消息 基本上是要確保農民的權益 基本上我贊成 但是 任何人是誰 那 相關機關 我們這段期間 也發現有一些機關 也可能發布不實消息 那團體更有可能 所以 為了 本條的更加周圓性 也能夠進一步確保農民的權益 所以我們建議 在任何人之前加相關機關頓點團體 那另外35條的部分 是我們做這樣的增加之後華者的配套 以上說明,謝謝 好,那我們兩條就一併討論 你這個有處罰 是跟第六條有關係嗎 來,請政委員 我想請法務部說明一下 我們在審查會通過條文的任何人 是不是包含法人 所以這些相關機關團體 在國民黨的修正動議的意見裡面 是可以加或者不需要加 然後第二個就是影響農產品交易價格 這樣的文字內容應該是 做高做低都不行對不對 好,因為大家會想到影響農產品價格的 我想說把它故意喊低 然後讓盤商有 讓蔡蟲有利可渡嘛 其實也有倒過來喊高 那造成的市場交易不同的結果 是不是有這樣的效果 好,這兩個請 第六條請麻煩說明一下 好,來,請法務部單位來說明一下 這個任何人有沒有包括法人 或只是治安人 來,請說明 是,跟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報告 所有這個人 當然是包含自然人跟法人 那任何人的話 一般來講我們都指的是行為人 那所以說 這個如果說已經有了任何人的話 一般來講的話 應該是涵蓋的範圍都很廣泛的 那如果說是機關 通常我們機關指的是行政機關 那行政機關如果說有做這種行為的話 事實上都會有那個監察院 或者上級監督主管機關就會去處理它了 所以說這個 那團體呢 那團體的話 本身來講的話 他也是 如果是非法團體 假設他是非法團體的話 那他也是一定有人去講 那事實上處罰也已經處罰那個行為人 對不對 也是處罰那個行為人 所以說 這種情況下說說 增加這個文字的話 必要性 我個人認為說是 不是那麼必要性 但是我尊重主管機關的意見 就是說 任何人其實涵蓋的範圍已經很廣了 好 那咧 那咧 曾偉沒有關係 我只是要回應一句話 假設一個團體 一個團體裡面的一個成員 他來散播 那是不是這個團體的負責你要來負責 這樣 這樣子就糟糕了 這樣表示 榮正 其中的一個團員 他並不代表這個團體的事 好像我亂講話你要負責 對啊啦 像立法委員 你們講話都院長要負責 所以這個 這個危險行為很高 那你們相 你們討論一下啦 來 王委員 對 我要問也是兩個層次啦 基本上 當然 我們認為 會傳播的是人 所以你就是 罰那個行為人 所以 機關團體 本身不會講話 你們也是假設 那個機關團體如果去傳播這個訊息 也是有人這樣做 所以只要以那個行為人為對象 來約制就可以 現在 原來的行政院版是這樣設計嘛 對不對 好 那 國民黨會提出這個 也有他的道理 好 那道理就是說 那法人呢 是不是就會像剛剛院長 懷疑那個 那個詢問的 就是說那如果法人 他發一個公文出去 或者是說 電視台 好 那像這一種 機關團體 或者是任何形式的法人 他們也去傳播這個不實消息的時候 那會變成指罰行為人 而不罰那個機關或團體啦 你譬如說 現在有一個人散播不實的消息 可是電視新聞不斷的播 播了一百次 但是這個不實消息 那到底這個電視台要不要被罰 還是就是講的他們訪問的那個人被罰 就是有這些問題 那如果把這些問題全部考量進來 應該怎麼修 要不要修 那當然前提是先要確定 就是罰不罰那個組織 罰不罰那個法人 好 李委員 謝謝院長 其實 保障農民的權益 我想這個是大家都有的共識 那可是 誰來認定他 誰來認定他是真的 誰來認定他是假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邏輯 而且 這個就是第一個狀況 就是首先 我們必須要去釐清的有幾個點 第一個 誰來認定這個消息是真的 是假的 認定的機關是什麼 第二個 今天我們的範圍裡面 其實不是只有單純的農產品而已 包括物價的烘台 包括物價的整個讓它的削減也好 各方面也好 那這個本來有它的機制在了 那為什麼單獨只有 本來就有它的處罰機制在 為什麼單獨只有我們在修這個農產品 這個也會有一個疑慮 那第三個 就是剛剛官委員有所提到的 那 經過了媒體的傳播了以後 那這個 所謂的 我們就是所謂的確認認證的 你今天要播這個新聞 對它的 它的一個確認性 你本來就有這個責任在 所以這個都範圍 未來的範圍是非常的廣 而不是說 單一的今天修這個法這個問題 有沒有辦法就去把它解決掉 那還有我們本來 具備的該有的既定的法令 有沒有它的重疊性 這個大概要先把它釐清 修這個法它的意義才會出來 這是我的看法 好 這個要請曾委員說 這個 發言之前 農產品跟一般的 工 就是商品 還是不一樣 農產品的多樣化 它的 因為天氣的變化 而 整年都是在變動之中 從一般的商品它的生產的價格到市場的販售 大概有一套的機制 而且穩定 所以農產品會受不實消息的影響 會比一般的商品還多啦 一定的 因為它的不確定性實在太高了 而且它的樣品也實在太多了 會隨著氣候的變化 比如說 颱風來 一般的商品不會影響 但農產品就會有影響 所以 為什麼針對農產品特別提出 我覺得有道理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特殊性 那麼 來 曾委員 好 謝謝 謝謝剛剛院長老補充說明 剛剛華布委員講 任何人 可能會包括相關機關或團體 但是 把它定得更明 沒什麼不好 剛剛 華布委員講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就我贊同剛剛李鴻鈞總召講的 這誰來認定啊 這到時候是農委會來認定 這問題很大 國外沒有這樣的立法力 搞不好 陳主委 我相信 蘇委長不會啦 以前當農會主委不會發布假消息 那陳吉仲很可能發布假消息 到時候他要不要華 那另外 真的啊 我舉個例來講 106年12月29號 我們蔡總統講 所以107年 一定要改善 青年低薪的問題 沒有改善的話 對不起年輕人 一年過了 也沒有改善 這是不是假新聞 這是不是假消息 很難認定 那另外 不要笑 這是嚴肅的問題 另外就是處罰 剛剛處罰誰 這沒有問題啊 很多的立法 都有 我舉我最清楚的銀行法 你法人犯罪 當然法人啊 處法人啊 但是你有權利 這個法人被法之後 你有權利去對其他 有故意和舒適的人去追場 這個有很多立法力 沒有問題 我最要讓補充 謝謝 好 再給柯文講快一千 我再一句就好 柯文對不起 這個 馬總統也說 633 沒有完成 他要減一半薪水 也沒有 這是不是假消息 來 那個是欺貝行為 認定 認定很簡單 內信 你是怎麼辦 不要再車 不要再扯 柯文剛才 李洪津委員有發言 那為什麼糧食這個 其他沒有 是吧 我們現在講 農產品 農產品 還有等一下有糧食 對於假信息 各位不要忘記 這個 這個會期裡面 已經通過五六個法 包括在 防救 都是民進黨提出的 都刪除通過 包括傳染病防治 市民衛生管理法 等等 這是整個假信息 比較 單純的部分 這個立法 這個都有立法 你剛才通臺物價 當然那個 還有公民交易法 等等 我們所有法制裡面都有 但是呢 現在大家 那個假信息 根本就是 因為臉書的時代 充滿的 傳很快 根本你要去 反駁都很困難 因為 時代力量 那個自由時報 每天都有一框 假信息在澄清的 所以這個 自信證 傳遞的 快速的時候 很多假信息 會造成實質上 傷害很嚴重 當然 對於個人 個人侵害 那有毀謗等等 我知道 你怎麼聽 認定 認定當然是主管機關 然後 不能讓農委會來認定 當然是主管機關來認定 我們走通過的法座 主管機關來認定 在防救法 包括 市民衛生管理法 都是幾個機 通過 明天 當然 現在明天 包括PTT 臉書 Google Amazon 他們要成立一個 治癒公約 因為 假信息的部分 後來 這是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處理 後來 我們是整套了 未來是在 蘇維通信傳播法上面 這個當然是 目前很正義 所以明天 包括臉書 包括Line 包括Google PTT等 他們弄一個自立公約 所以這個是大家一起來做的 所以在這環境面的底下 我們現在處理這個 糧食農產品 這事都是很 清楚很 很簡單認定的 所以這些 這些 這些 立法 我希望大家都是說 不要有太多政治的聯想 誰都是一樣 好來 請李委員 我真的簡單就好 我為什麼要提出就是說 誰來確定 誰來 誰是執行行 主管機關 你說主管機關 是農委會 農委會 他有什麼樣的能力來處罰 剛剛講的 柯總到底講得很清楚 假新聞 假消息 現在包括NCC 都還沒有他的法院基礎 讓NCC來做處罰的機制在 然後這個新聞 你農委會能夠確定的只是他的物價的高跟低的正確而已 然後你 可是你在傳播上面來講的話 這個牽涉的是通訊傳播法的問題 你不是一個農委會一個單純的機構 就可以去處罰這個問題耶 所以我們今天在立這個法修這個法 我們必須要平心而論的來講 農委會他可以做的是什麼 農委會可以做的是針對物價的高跟低 他的判斷 這是合理的 可是你農委會沒有這個這樣的法源能力去處理一個消息的散播 消息的來源 消息的處罰 因為這所牽涉的是傳播 傳播的話 這牽涉的是 這個牽涉的是有牽涉到NCC 牽涉到整個傳播媒體的問題 這個牽涉範圍是非常的廣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講出來的就是他的真正的核心問題是在這裡 要處罰這個我都沒意見 可是你要把這個主管機關的包括他的裁員裁罰的機制還有整個 這個必須要把它明定清楚 不是只有這個農委會 農委會 農委會要怎麼去處罰新聞台 農委會要怎麼去處罰媒體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消息來源 你剛剛講到法人非常廣 有個人的散播 有或許是農業的單位 有的不一定是農業的單位 你們現在擔心的是媒體的傳播 你們所擔心的是一個農民出來講的話 他能夠傳播到什麼地方 最重要是透過媒介 你透過媒介 所以才會引起社會的恐慌 所以在媒體的自律 剛剛柯總召也講 媒體的自律 網路的自律 那這個是自律而已 可是你在他的傳播的整個的一個過程裡面 他有沒有去確認 這個是有沒有善盡他的確認的義務在 然後再來的話 你要去進去處理的問題的話 他是不是刻意的 或許這個農民講出來的 他不是發自無心之過 或許他是刻意的 那你要去判斷 誰來判斷 農委會能判斷嗎 這個是牽扯法的問題 所以我們本來我們的國家 就有法的一個基本上的散播謠言 各方面的這個法的機制在這裡面 今天不是單純的農作物的高跟低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真的我的看法是這樣 這個要解決問題是要這樣就去解決 等一下 好來管委員再蔡委員 好 那個當然李委員會擔心農委會有沒有這個能量 不過我在看農委會的能量超過我們那個第二項的規定 因為現行法要要求農委會去認定的事項 就比我們現在的第二項要求他認定所需的能力要更高強 我們現行法的第一項 農產品交易不得壟斷 操縱價格或故意變更質量 不正當之利益 然後35條同樣有罰則 換句話說 變更質量 故意變更質量這件事情很簡單 農委會要去認定 這個大概就是ABC 可是操縱價格要農委會來認定 如果照李委員今天的這個論述 這個現行法就有問題 農委會現在正在擔負的這個職責 就沒有能力啦 那我們不能做這種說法跟假設 這個邏輯就不對了 因為現在第二項是在現行法已經有第一項 農委會已經是一個有管制機關性質的機構了 我們已經賦予他這種職責而且行諸多年了 所以我想這個疑慮兩項相較之下 我們沒有讓農委會做出更超出他能力範圍的責任的賦予啦 我的意見其實跟管販非常接近 我必須要強調 在這裡特別講的 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 農產品交易價格的謠言 或不實訊息 也就是剛剛 立委員所擔憂的 事實上是限縮在 不得故意散播影響農產品交易的價格 而這個恰巧就是 農委會農糧署 他們應該要管核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覺得並沒有去擴展 農委會的權限 而且這件事情 我如同剛剛也講的 農產品的交易價格 我們每天是有公開的 但是如果說它是惡意的 故意的去不當散播 確實會影響我們的民生經濟 不管是對消費者 或農產品的價格都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是必須要做 適當的規範的 我這邊說明一下 就是說有幾個部分 跟剛剛立委員的顧慮 會有可以說明 那第一個就是說 在第二項裡面加的是故意 所以他這個門檻上去的時候 農委會也不太可能輕易去處理 那第二個是在35條的第二項裡面 他還加說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逐生損害農產品運銷秩序者 不是說你講了謠言或講了不實訊息 他就會罰下去了 而是說你還要去證明說 他產生了損害農產品的運銷秩序 所以要故意 要損害運銷秩序才會發生 所以這一點是說 這幾年來 可能選舉的關係或其他的狀況 大家對於農產品的這種訊息 有的是不是在學生做事不知道 它未必是發生在媒體上面 所以跟剛剛立委員的認知有落差 就是說 這邊寫任何人並不是媒體 媒體可能是最後端的 他可能被訪問到他也無心 無心就不是故意 所以不會被罰 他有可能是說到網路上 某個網站或什麼去拿下來 他拿下來說這變成新聞 所以媒體不一定在這一端裡面去做處理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去做這種宣誓性的 然後也有門檻性的做修法的話 阿拜大家啥還亂說嘛 然後媒體就只好一直做 這個對大家都不好啊 所以而且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被農產品的這些謠言 不實訊息影響的 他未必有受害者 那有受害者未必有能力去提起 告訴說要要求你農委會還是誰去換 所以這點就是我們要修這兩條的關鍵所在 農民就算他看到了 可能他是兩個禮拜後了 價格都影響了 那很不高興 甚至他看不到上面 LINE上面或臉書上面的訊息 所以他就不知道要去搞啊 所以只好農委會他認為說 有市場訊息謠言要造成波動要影響的時候 他至少下去制止 不要再傳播 不要再到媒體上面 我覺得也有這個效果 也未必會走到最後被開單的這個狀況 這個我補充說明 農委會 等一下我講話 對對對 這個這個各位 我跟你講齁 講話幾乎要精準的 只能總召一直被一壓 是不能講話對黨團是一種羞辱 好不好 哈哈哈哈 你都知道剛才你跟我說過 不要再講話 你剛才好好 你也要再講話 這個是很嚴肅的事情 我們大家不要再講話 因為我們黨團必須要有立場來 defense一些事情 民進委員剛才所談的 你都不會記的 我們這會去統計 都是災案法 還有這個專命防治法 包括登革樂都可以這樣處理的 我們講信息都可以這樣處理 這個這個很嚴重 很犀利的事情 未來還有核子事故 是不是安全 這都在這個位置通過了 講的都是一樣的事情 都是主管器官來認定 主管器官當然有最多資訊 他是管制器官啊 他所以要要要要故意的 然後逐身嘛 那所以 都主管器官 我們統計都這樣 不是今天才統計這個立法例而已 已經這個位置都通過好幾個 未來還有 我相信任何人齁 對於這種這種 這種處理假訊息的這種 這種立法 而且這種單純的立法 很難去反對才對啦 這個 一定是故意 要逐身 造成傷害 讓損害 才有在處理嘛 當然 這一段是這一段 後面 因為現在 如果實在 後面那一段比較重要嘛 我剛才說的 臉書 Google PTT 他們今天會到 他們要成立一個治理公約 因為很多信息從哪裡出來 你要叫他下架 要怎麼下架 不使廣告 他很清楚 他馬上也下架 但是 這個東西 他們要成立一個治理公約 這個要整個環節來扣 所以我希望說這個法是很單純的 我們 為了整理 有不太想了 我這是要做什麼 想不想自己也很爽快 這個是對於整個民生穩定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整個國家穩定是非常重要的 也不要這樣說 我們從機關 剛才法務部也講過了嘛 行政部門有那個 那個拼搏行為 經常還會出現了嘛 政治可以 人民可以提高啊 民國不服政筆啦 這個立法律 已經通過三四個都是一樣的立法律 請曾崇維議員 看 這很單純的台語 好來 請曾崇維議員 安安安都不會有融為貢獻 好來來來 院長 各位委員 那 然後我會在這邊做幾個說明 第一個說明就是說 有關於農產品市場交易法 主管機關是縣市政府 那另外的糧食管理法的部分 因為它是一個專法 那糧食管理法是由主管機關是農委會 這個我想第一個說明 那第二個說明就是說 剛才委員提到的有關於這種 媒體傳播的新聞 那那個新聞是不是 是不是 違反槍的規定有NCC的部分 那在這個法裡面最主要的處理的部分就是 有關於這種消息是不是謠言跟它不實訊息的部分 那它的構成要件是由地方政府 它依照相關的一個程序裡面去進行認定跟查證 然後查證完了一個 再接下來一個處罰 它是根據其他的跟它的其他的立法 是立法的體力是一致的 所以農委會是建議說是依照我們 院會通過然後審達會這邊通過的一個條文 以上 好 謝謝 其實我們做這樣的修正 其實 如同剛剛華部長 這個 那規定的更清楚 你是尊重主管機關 所以 沒有問題 那另外就是 我不是隨便講的 你看看 陳吉仲去年就講 農夫所得 180萬元 這就假新聞 這就假的 這會啊 尤其陳吉仲常常會亂講 這個就是假新聞 所以意思是說 我也不堅持 但是至少 要在立法理由 講清楚 至少在立法理由講清楚 都包括機關 也包括團體 至少 把這個立法理由裡面寫清楚 這合理啊 因為你任何人嘛 那你乾 你要在至少立法理由裡面講清楚 我覺得這樣 對啊 謝謝 因為你剛剛在講 因為你在講那個 對啊 哎呀這個合理吧 也會發生啊 好不好 謝謝 第六條 就照行政院的版本通過啦 就是 審查會通過的條文通過啦 那 另外 針對 國民黨黨團的修正動議 相關機關及團體 我們所顧忌到的問題 希望在立法說明欄裡面 把它說明清楚 是這樣子啊 好 可以 來 35條 是不是 也一樣 因為你 既然沒有相關機關及團體 後面就沒有意義了嘛 也在說明欄把它補充說明 好 那 那 我們 農產品交易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 及第三十五條條文 我們都照審查會意見通過啦 好 來 下一個案子 下一個案子 是 兩史管理法 增定第十五條之一 及第十八條之三條文 草案 一樣 對啦 這個都一樣的啦 要說明 要說明 我們最好是明天在處理之前 今天下午之前就把說明欄送交給各黨團 好 好 那個 這兩個法案的協商結論 送過來 那我們就進入第四個 我們 休息十分鐘啦 好不好 大家上個廁所啦 已經歷個半小時了 好 好 基本上是下午六點 我們十二點結束 兩點半開始到六點這樣子 法官法 三十五條 司法改革 對 我們今天的 我們今天的 跟各黨團 曾偉跟各黨團報告啦 我們早上到十二點啦 下午兩點半到六點啦 中間還是讓大家用個餐啦 好